最为游戏类型一大气派的恐怖游戏 无论是游玩的角度还是观神的角度 都不得不紧帮精神 双眼紧盯着屏幕 生怕在秒一幕中一张大脸霸占全屏 一或是耳机一阵尖锐的嘶吼穿破耳膜 看似精神自虐一样的游戏方式 其实和DM并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就请随我一起 以最直接的视角体验恐怖 降低全身每一根毛发的快感吧 戴上耳机 正片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居然有这样的网站 它叫做JumpscareGames.com 我们来看一下吧 哇 Welcome to Jumpscare Games 这个网站专门给大家提供一些 Jumpscare的游戏 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游戏 哇 我简直太兴奋了 你们看看这些封面 看看这些恐怖的人 Oh my god 我无法抑制我现在的激情 我现在只想被吓一点 那么我们来选一个封面比较可爱的 我看看映入我脸 那是这张啊 这张 这标题是什么东西啊 这标题叫做Exportus Anyway 上面就是它上面有一台 有一台泥妈在这个床上 我感觉特别感兴趣 那么废话不得说 一起来被吓一下吧 好了 这是一款 真的是一款Flash的游戏 它说你要把灯都关掉 然后把声音调大 听没听见 所以你要把声音调大 听到我现在讲话才行哦 现在是游戏开始的界面 什么都没有 这是Leftler Web Design Present 我直接拿这个网页编辑器来做 啊我的 啊我的 Shit A Ben Leffer creation ok 我现在 啊 我最好准备了 Star in Design by Ben Leffer ok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看这个就没有吓到我 哇靠 Exportus 虽然在视频这个介绍的阶段 公然就开始吓人 一言不合就开始吓人 我不太懂你们 我不太懂你们 啊 喂 这游戏能不能玩 你醒了在牙齿上 在牙齿上 你不能记得怎么回来 你只能记得到这些梦 是梦 它是冷凉 而且你正确定在哪里 你正确定 在发现症状 你会变着你的焦点 你会看到一家在牙齿上 在那里的房子 什么都比起来 冒陌的 我们现在看看这一轮名月 这名月也点不了 直接可以进这个房子的门还行 哦 这个是房子 门开了 哇 现在Fnice游戏做得这么好了 我都不知道 进来了呀 什么都没有 A hallway A hallway shrouded in the shadows 就是被黑暗所裹住的走廊 哎呦 这门怎么这个声音啊 门的声音都做出来还是很厉害的 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怎么这么阴暗啊 我为什么要在 就是因为外面太冷了 所以我不得不找一个房子里边 就是来 我 我 shut up handle turns but the door refuses to budge 这个门把手可以摇动 但是门打不开 里面好像有神秘力量 就是堵着他 OK 这难道是一款解谜的游戏吗 OK Let me go 那咱们往这个走廊镜头看一看 好像没有就是多么可怕的样子 我觉得 这边有一台钟 Grandfather clock sis taking away in the corner 他说这个钟还在 还在里面 还在这个 还在响啊 叮叮叮叮叮叮叮 这边有个白的东西 这可以把这个钟打开 我靠 这肯定是什么密码 为什么这个房间的设计这么奇特呢 现在我们到了厨房里说 有一滩血 A microwave and there seems to be blood dripping out of it 对 实际上有血 然后好像从微波炉里面有血 A severhead appears to be a fresh kill 这是一个被割断的头 好像刚刚被割断一样 Whenever the killer is He will probably be back soon 他不管这个杀手在哪里 他肯定马上就会回来的 I don't want to be here when he returns 等他回来的时候 不想让他看到我 不想在这里面待着 这个不是画像 这个是真实的头像 所以要做一些处理了 否则你们要开始 在我的视频里边 原来撕上了 对吧 竟然拿了一把电锯 A blood stained knife 这居然是一把刀 你可以把手握在这个缝里边 然后这地方可以捅人 上面可以切肉 You should probably arm yourself with a slightly larger weapon 他说你要是想自卫的话 保卫的位 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武器 这武器他不要是吗 那你做出来干嘛呀 这洗碗机 OK什么没有碰的 这边有一张报纸 Kitchen 里面还有个小屋 这屋应该是咱们进来的屋 不 这里面是一个餐厅 OK我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游戏的背景通过这本几千字的小说里面看到的 日记里面看到的 就是这个房子之前住的人 他也是感到很好奇来到这里边了 然后后来他走了 但是他后来就觉得 这个房子吸引 他有种魔力的吸引着他 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里面定居了下来 然后就每天都闹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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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人就疯了 OK 他就是总感觉这个房子像是一股神秘的一样吸引着他让他来 这边是Blood Stains 啊 This chair 就是就是上面 这个椅子上面还有血迹 但是上边 这个楼 哦 可以直接上二楼 楼梯好陡啊 Second floor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h my god 这个外边的天气 哎呦 这边是Moonlight strings through the window 就是 OK 外面可以看到这个夜晚的月光的余灰 余灰 余飞 月光的余飞 另一幕做的桌子 好像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这个房间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我比较 哦 又是啊 这是封面的那个房间 身边有很大很大的一坨血 就是在这个床上的正中间 gramophone is in blood 他说这个上面机没有连上电单还在转 怎么可能呢 你不要想太多 你这样我会放 这密码所可能和楼下那个大钟上面的数字有关 这是厕所 拿对吧 钥匙 OK 这个钥匙不知道开哪个门 底下只有一个门可以用 这把钥匙可以看 啊 这个 好像没啥可以控制的 是的 好像没啥可以点的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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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什么也点不出来 Just an ordinary 只是一个普通的 Bathroom sink 呃 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洗手池 OK 好了 这个门现在应该可以打开了 哇 这个房间有点邪性 哦 睁眼睛了 there's something very unnerving about the sculpture 他睁眼睛了 然后呢 哎 这边有只手 The house is turning out to be a graveyard 这个房间就像是 像是那个什么藏 纯火祭祀场 不不 火葬场 对对对 不不 墓地 我觉得我还是退出了全屏 我决定 二楼 刚才我们上二楼 我们直接走的是右边 这把我们看一看这边 这边好像是不是有路的 真的有路 真的有路 OK 2nd floor 这二楼的走廊 这块有个房子 尖 有一个女孩在哭 哦 这边还有一只船 上面还是有一滩蟹剑 The blood of Gwyn 就是刚才看到笔记里面 那个 Gwyn 是个小女孩 stains the sheets it was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and she was murdered so how can the blood still be wet 这个血液 已经在里面 栖湿了一百年之久了 为什么还是湿的 妈呀 你不要 你不要自言自语 你这样很 啊 啊 好好好 咱们先不要玩这个 这个jumpscare太多了 然后游戏还 这个贴图还比较 比较低的呀 咱们换一款游戏 换一款游戏 下个游戏见了 拜拜 那么接下来玩的 这款独立的恐怖游戏呢 叫做Horror in the Asylum 精神病院的恐惧 名字起的非常平常 而且这个游戏 在steam的评价 一般般 超级一般般 但是这游戏 它就是支持VR 所以卖的很贵 但是我没有VR 我很穷 是的 我很穷 是的 我讲的是大实话 我特别我的梦想呢 是搞一个VR 给大家录恐怖游戏 但是我没有这样配置的电脑 因为我平时 不怎么用这个电脑的 我用的是Mac 不管怎样 咱们呢 我这个囤了好多好多恐怖游戏 给大家实况 我们挨个来 先来看看这款 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Here we go 嗯 我们已经进到游戏里了 嗯 现在是 有一个ABXY 可以用手柄来控制 Horror in the Asylum 画面还是蛮不错的 这边有个option可以选 好的 我感觉设置一切都没有问题 现在直接开始玩游戏就可以了 Start new game 这游戏 其实我感觉 封面给我感觉相当不错的 为什么 评价这么不好呢 一定是 一定是现在的玩家太peaky 就是太挑了 不像我 我什么都吃 low risk 实际上现在我的危险很低 然后这游戏 真的画面很笨 我现在可以持两个道具 一和二 有张纸 一上来就可以看一张纸 E I'm tired of taking these pills 这个人为什么是精神病 因为他每当闭上眼睛 那时就会看到恶魔 OK Q可以回到原来 哇游戏很棒 这游戏素质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而且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圆滑 可能会晕 啊 Find more lockpicks 啊 出不去 得找到开锁器才能出去 难道这两个就是开锁器吗 我为什么要 这两个像是手锯筋筒的电池啊 哦 哦 可以躲床底 我懂了 这游戏肯定不简单 哦 这样可以把它打开 OK 这个新的mechanics做得非常的棒啊 mechanics做得非常的棒 现在转到了开锁器 现在可以开门了 Use 哦 让我想到神头寺 其实画面做的这么圆滑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要是做一款VR游戏的话 画面肯定要圆滑 而且这款游戏手柄玩的话 感觉肯定会不一样 哦 好黑 这次画面怎么突然间变了 这边 哦 Don't go in there Don't go in there 不要不要进来 我就要进 我就要进 怎么样 哼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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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说的是Don't go in there 不要去那里 但是我说的是这里 不是一个地方啊 这边肯定有什么开锁器之类的 这是什么手电筒 OK 神器啊 有神器了 来来来 我来了 快点给我来点Jump Scare之类的 哦 哦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不错不错 这个游戏相当的不错 这是什么呀 这个酷 啊 火了 他在看我 你看我干什么 你看不见我 傻了吧 我不开手电筒我过去啊 你看不见我 哈哈哈哈 垃圾 好好好 进这边看一看 这边有很多很多在彩色的什么33375488 肯定是有什么一码锁之类的 这边有一张字条可以看 看不太清楚离近一点 It's happening again 这算是给游戏一个提示 等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 可以藏到床底下 每一台床都可以藏啊 每一台床都可以藏 8 这边应该过不去 游戏画面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我这台电脑竟然可以跑到这个画面 还是很轻的 刚才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骷髅 我们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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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个授权人士才可以入内 我就喜欢进这种地方 现在游戏都是套路恐怖游戏 这种独立游戏 就是靠这个 靠什么呢 靠字条来告诉你 游戏的剧情 然后靠jumpscare 来给你提高恐怖的气氛 靠打不开的手电筒 或者是手无腹地之地的主角 其实恐怖游戏里面 主角能打仗的也不是很多啦 你们回想一下 比如说生存危机可以打仗 然后金星顶可以打仗 但是金星顶那个打仗 你最好还是不要打比较好 咦 是不是刚才那个数字的地方吗 OK 四个符号出现了 现在是 现在是输入密码对吧 三三三七五四八八 那就是按照原色来来的话 从小到大来按一下吧 蓝红黄绿 蓝红黄绿来试一下吧 蓝 红 黄 绿 哇 哇 没没没没没没音错 没音错 绝对没音错 否则不能这样 怎么回事啊 我把什么东西摁出来了吗 没有啊 我最没事的样子呀 这个这个摁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再来一次啊 哇 啊 哦 我觉得这款画面其实不错 看起来蛮耐感的 Toybox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啊 这个Ghost Exclusive 这个也不错 这个姨妈床 什么Explorters 这个也不错 那么我们准备来选这个Toybox吧 是的 今天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 Day game 你准备好被吓了吗 哦 开始游戏 然后更多的游戏 然后跟作者聊聊 OK 还可以可以给捐助 你看就是一个 如果你敢提出捐助的话 这游戏肯定只能不一般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Star Game What happened Or my On my head It's so cold 行了 恐怖游戏的主角 开起来都这么几句话 我在哪 我怎么了 我好冷 我是谁 现在这游戏可以全屏 我们来全屏来玩一下 这边有一条很大的锁帘 然后这边有一个 呃蜡烛 这边 诶 我点了什么东西吗 哦 哇 这个设计好棒 有一个密码锁 这边有派 3 1 4 1 5 我靠 居然开了 Wait For good Me Wait for me Good scream 等着我尖叫 哇 真的是 OK B B B什么 B B B good B good Don't scream Wait for me 等等我 好好表现 不要喊 这房间好吓人的 我天哪 我好喜欢这个设计 Yet Don't scream Yet 不要不要 诶 这边捡到有什么指南针吗 OK 这个指南针 哦 这个物品真的很棒 这不像是一款Flash游戏 做得太棒了 啊 OK 嗯 呃 这是什么意思 这好像是指南针的意思吧 指南针 指南针 可以放到 这个物品不能放在这里 OK 哇靠 这眼睛实在是人啊 这个怎么 这个可以调查吗 这个不可以调查 我们先回去 OK 这边呢 有个小男孩 诶 不见了 哦 有海报 美丽的海报 啊 哦 自焚了 OK 吓死我了 哇 这Flash游戏全屏玩 真的超级赖感 我一定要全屏放给你们看 真的 背下道呢 大家一起来背下 玩这些做太棒了 这个是指南针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十一点方向吗 我们可以拨这个指南针吗 拨不了的样子 OK 但是可能外面那个图像是有关的 这边有一个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字表 但是我不是很懂 我不是很懂 这边有台钢琴 钢琴弹不出声音 踏板 底下有个什么 打火机 如果把这个打火机 拖不动 拖不动 OK 拖不动的话 我怎么点火呢 哦 可以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 我总感觉这个 诶 你怎么动了 二九 十 二九十四 哦 他可能在转一圈数字 但是我要记一下 不行 我要再看一遍 刚才看了 看到两遍没记住 因为 你们指南针的话 他是上北 下南 左西右东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不是一和二 这个地方是 东北 然后东南 然后西南 西北 我们再来看 最后我们拿这个 老方法来记 东北 西 这个西北 东北西西北 东南 南 东北西西北东南南 东北西西北东南南 这把肯定查不了 这把肯定查不了 先把打火机装备上 东北西西北东南南 东北 东北西 哎 西北 东南 南 哎 可以了 哦 门开了 这边有个小人 这什么东西啊 哼 好可爱啊 呃 居然是个U盘 哇 我想不到呀 想不到 这什么东西 后面 哦 拿到了一个针 这个指针 指针可以 可以组合 组合不了 OK 这个你们先点着 我先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哦 这个U盘肯定有什么用处啊 这个U盘 查到钢琴上 应该是不可以 不过这个指针 我总觉得 这边怎么还有一个房间 我才发现 竟然还有楼梯 有一个袍子 这是可以下去的楼梯 哦 这边还有一个指针 哇 我刚才真的是没有发现这一边 我就让他能解开那个谜题 我觉得真是醉了 哎 这边找到个什么东西啊 哦 OK 我们照这个弹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是 哇 但是我感觉这个不拿黑键 好像弹不出来的样子 那咱们 哎 我试了半天啊 这个 拿 不拿黑键 这个是弹不出来的 这个 哎呀我天哪 我卡在这里了 怎么办 什么 什么 我瞎 怕乱 不是吧 这个听起来 一听就是有黑键嘛 结果我摁了一堆白键 就给它摁出来了 怎么 怎么会说摁的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摁的什么 算了 摁开了就开了吧 哦 这边有一只美女 呃 蛇蝎美人 蛇蝎美人 哎 这居然能捡到东西 我才发现 这什么东西啊 一把刀嘛 一把刀 嗯 刀上面有个箭头 我现在这把刀 是不是可以 按照恐怖游戏的做法 我今天都没有玩过这一套 拿刀割画 好像 好像真的能 好像真的能割开 OK Joy Why 现在可以用箭头了吗 玩游戏操控 简直就是惊奇 这个应该是 为什么就不能把箭头放 哎 就是矮箭 哎 能哦 OK 我知道怎么放箭头了 你要把这个箭头的大小 往外全都对在一起 才能放上去 比如现在拿这个箭 这个是长箭 你看 你看你看 总是可以放上去的 总是可以放上去的 这个 这个是一个短箭 一个长箭 应该是查这个地方的 对对 然后最后这三面的真话 我现在还缺一些 正好查成了 耶 查成了 然后呢 Joy So 哦 哦 这个 这有点像是 那个钢琴左边 那个房间的瓷砖 墙上的砖 墙砖的图案 好像这里面死过人 密码锁 这个就是解开 最后大秘密的这个 关键啊 解开最后秘密的关键 哦 这是什么 好像 好像是个行星场 哇 这里死过人啊 好可怕 我感觉这个游戏的背后 所运含的故事 还是蛮丰富的 哦 那可以控制了 很奇怪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剧情 是什么东西啊 诶 Redrum 这个不是闪灵里边的梗吗 你们如果看过闪灵的话 Redrum 对吧 Murder 反过来读是Murder 正过来读是Redrum 反正就是里面某一块瓷砖 可能 哎呀 我只能想到瓷砖了 那个字根本就是对不上的 肯定是某一块瓷砖 是可以点开的 这个瓷砖一块 你看 你看看 套路 都是套路 烦死了 这就是什么意思啊 这游戏里边的谜题 有点过 有点 有点 有点有意思 有意思 这个是像是爆炸了一样 然后 两个三角 爆炸了一样 两个三角 诶 这边怎么开了 381 这不是密码吗 因为从形状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 38是 这不对 形状 形状对不上 这个就可以这样 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个就是3 这个可能是倒过来的3 但是我们只能按3 这个还是3 1 2 3 4 5 6 7 8 8个角 然后这个呢 这是4个角 OK 那就是16 对吧 3 16 3 3163 试试吧 3 16 3 诶 开了 开了 Oh my God 啊 啊 卧槽 你是谁 你好 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吗 哦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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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他们 Oh my God 又是一段CG 我知道这边可能是有一个很有钱的男人 然后他就是专门的外面去骗女 骗这个女郎 然后拿回家里面的一顿杀 这是我猜的游戏剧情 这边拿到一把钥匙吧 217 好了 刚才和查书聊了几句 这边多了一个箭头 我突然发现 为什么这里多了一个箭头呢 是让我 Oh my god Oh my god 这不是底下那个文字吗 按照这个方法来读就对了吧 我得记一下 我得画到一张纸上 等一下可能会用到 哇 每个人都有一个钢嘛 Danny 什么 这边有台电脑 哦 电脑终于有电脑 OK 我现在可以把优环缠进去了 缠进去了 Free online 这不是自己的那个广告 然后哪个钮呢 优盘插进去了 然后呢 OK 哇 我知道了 这个密码是告诉我们 这是给个提示 告诉我们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呢就是 这个谜题 如果按照这个密码来看的话 应该是 18RU 18RU 我们要写一下 18RU 18RU H-O-F-C-O-E-N-R-F 肯定没错 啊 终于对了 OK 有点像是那个七桥定理 你们如果知道拓扑的话 Topology 对吧 就是一笔给它画完 但你走不完 这些就特别特别像七桥 1234567 这样有七个 但是 Frequency的话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217 能不能用上呢 用不上 哎呀 又回来了 217 OK 212 哦 这样才能按 把那个消掉才能按 哎 可以了 绿了 Oh my god 这房间怎么又不一样了 刚才是不是没有这滩血 和这个斧头呢 哎 我们怎么多了一颗子弹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有两颗子弹了 难道我们是 我现在感觉我拿着枪 难道我是凶手吗 但是他跟我说 让我向我求求 我应该不是凶手 哎 这个游戏 我不小心按了推出键 没有办法再开始了 但是 但是我刚才最后那个地方 肯定是剪掉了 我卡了很长时间 不知道怎么 去拿枪 拿完两个子弹 电脑收入密码 我什么也做不了 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了 这款游戏还是挺好玩的 你们也知道这个网站 和这个名字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告诉我有没有后续 而且你们能跟我讲一下 这个剧情讲的是啥 我还蛮好奇的 那咱们先废话不多说 先看下一款游戏吧 好的 那么我们玩的下一款游戏 叫做 Incinct Cave Mind 就是 Incinct就是疯狂的嘛 就是疯狂的 就是头脑退化 思想退化 whatever 就是一种 可以理解为 就是精神失常的 这个精神病人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 那么我们 废话不多说 刚刚下摆好 Heevy Gay 哇 有个女人在这里坐着 而且这个 如果是Unity写的话 这个文理相当棒了 Pres in the key to continue 过去个老太太 开始玩 黑话小说 这个游戏感觉好像是 没有任何故事背景能介绍 可能我们都是坐在轮底上的那个阿姨吧 然后可以按WSD来走路 然后 I'm pointing and press space or A to drag 这样可以把钥匙拾起来 OK 那可以进这个进不去的门了对吧 可能可以进这个房间 可以进来 可以进来 诶 这边有字 他说Pull the key here to open the door 然后 OK 哦 开了 哇 好多血迹 我喜欢这种把血迹弄成黑色的游戏 非常的棒啊 处理的非常的棒 这些字条是可以看 看不了 看不了 应该是可以看的吧 可以把它捡起来 看不了 好像是一个废墟的精神病院 我这就是给我的感觉 你看 镜子都不让照 啊 你是谁 你是人吗 刚才没看见你啊 大姐 转过来看看我 我为什么在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呢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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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感觉身体被掏空 哇塞 一上来就吓我一跳 惊了 我不知道 我应该是死了吧 是的 是的 这是我的感觉 哇 这游戏做的画面简直太棒 这如果拿VR玩的话 你们会疯的 你看这个 这个纹理做的 简直 这写的什么呀 look inside 看看里边 看看里边 噢 咦 哇 好好玩 为什么我感觉这么有趣 诶 噢 你这个一言不合的查我们 好了 我们又回来了啊 他好像每一次的地图都是随机生成的 are you alive 你还活着吗 八成是死了 哇 这个游戏我懂了 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精神迷宫 抱歉 今天没有吃饭 所以现在再吃两个爆米花压压压经 然后可能会被就各种坑死啊 会被各种坑死 就是套路 套路 就是套路 好玩 我喜欢这种游戏 真希望能拿VR来感受一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迷宫 其实不是很难啦 对吧 只要不作死的话就不会死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作死 没有作死 好的 我们的女主角应该是一个精神病 她可能最后的结局就是通过 克服自己的精神病 然后回到现实中 拿到一把斧头呢 斧头能干什么呢 可以敲窗户吗 这个东西应该是自己用的 就是道具是 这两个人在干啥 杀人啊 我应该帮谁 好了 我们这关你看 他又重置了 又不一样了 每一关都不一样 这游戏真的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Are you alive 重置一下的话 我感觉应该会找到一条出路吧 你要不要看这个 不看啊 这把我不看 This way OK 我感觉这个 你不能信这个话好吗 这个话绝对骗人的 绝对骗人的 前面有东西可以拿吗 没有 前面好像有什么 哎 这个有桶 这什么东西啊 着火了 剪不起来 可以剪起来 我抱这个桶 我看你敢不敢打 前面有字 What I watch your back now 看你的后边 什么都没有 嘿嘿 这三个柱子会打到我 不会吧 OK 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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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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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话 特别特别讨厌 啊 怎么 哎 那几个黑棍不见了 OK 我现在可以走了 我特别讨厌这种游戏里边 告诉你说 你看你的后边啊 这个 哎 这女的看来病得不轻啊 这是她的精神世界 我猜 哦 是你 Lolipop Campus 棒棒糖 然后还有这个 指南 指南针 哎呀 东西吃多了 棒棒糖和指南针 所以 好像也没啥的呀 啊 有个人 哎 带个兔兔头 一看就是好人 兔子先生 兔子先生 啊 如果没有错的话 这个 这个兔子先生 还会往这边走过来 这边我不跟他走了 不跟他走 This way 哦 这边好黑啊 OK 这个迷宫真的很难 他好像是思想的迷宫 自己被自己 Trap 行行行行 我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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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太吓人了 好吧 我在说话的时候 不要过来突然吓我呀 宝宝很害怕好吗 Are you alive I give up 是的 我放弃了生存的希望 好的 那么今天的恐怖合集 到此为这些全部都结束了 不然看的过不过瘾 整整半个多小时呢 请不忘的点一下收藏 点一段点没硬币 我会非常感谢的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恐怖合集的支持和观众 我希望以后还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好玩的游戏的 而且我们的零食店 最近准备卖一些 按摩眼部的东西了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这个我们还在商议 可能尽快就要上市了 接下来的直播间呢 我会一直直播恐怖游戏了 那我们直播间再见吧 虽然晚了一天 但是520我爱你 祝你今日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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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